是我的白瓦我 全世界又無捨 讓我對你說說我愛你啊 Hey buddy, 我的戰友們 我是戰友, 是 Red, 所以今天我就講 我都在 Annie 是元時後到的 但今天我就用 Red 來跟你們講話 因為我相信你們看這個影片 可能就是20小時 Red 不停的 content 就可能會PO在這個明天的影片這邊 暫時我是PO遊戲玩的章解法 是哦, 嘿 新的觀眾, 這邊有一個紅色 button 是不是跟他一把大大點PO下去 你就成為我的性戰友了 我在下一個影片有講過清兵制白月龍嗎 那這次我就講, 這個卡就是 白之一啦 就在GS片呢, 在70集那邊 阿民日常想辦法對付裝珈目 但是問珈目抽到賽王的 也就是Dior送給他這個卡就白之一 让武装龙变成白色 白之翼在动画效果为 装备怪兽攻击场合时 对方场合全部魔陷无效并迫害 装备时候时将自己受到装备怪兽攻击基本的伤害 然后明日香就被打败了 之后呢明日香也是用这张卡 用白之翼赚在白夜龙身上 这个白之翼真的是天下无敌 配上这个无效并迫害 白之翼的发行为第20周年PAT 很不简单 这个通话是在2004年出现 而在2016才出现的 死卡效果为 装备时候在怪兽战斗阶段时候 对方直到伤害步骤结束时 把魔陷不能发动 第二个 装备在怪兽进行战斗攻击时 对方产生表辰的魔陷效果直到无效为止 第三个 第三个的效果 装备在怪兽破坏战斗时候才可以发动 对方产生任何魔陷全部破坏 那第四个呢 在魔陷去表辰表示存在时 就离开你之后就得到3000分的伤害 比起来的死卡和原创的差异 在动画里面呢 一撞变了就是一张神卡 死卡方面呢 就很多复杂的概念 陆陆续续就可以无效 或者是已经无效就可以破坏了 在动画里面呢 要是对方破坏怪兽时候 就可以拿了基本的攻击力给他伤害 死卡就没有了 要是这个卡被破坏时候 就可以得到3000分的伤害给自己 如果在动画里面受到3000分的伤害的话 一定马上输掉了 这样的明日像会清醒过来 那我们是游戏王呢 伤害步骤有份 五个步骤 以前是十个步骤 现在幸好现在改五个步骤了 步骤一 伤害步骤开始时 像类似星悲龙 或者是改变攻守的魔法陷阱 或者反制陷阱就可以 那计算前呢 就是很像钻头人 或者是诚实呢 或者改变攻守都可以发动 那计算时呢 你就不能改变攻守了 除非你是反制陷阱 或者是天使逼力都可以 如果你要避免这个方法呢 你们可以用几张卡 就我大概知道这些卡啦 第三是黑羽龙 当这个卡自己受到伤害时 可以靠到黑羽的指数才可以 或者第二 最近新出了武装的level10 白 这个卡不能普通召唤 这个卡一定要有武装龙 才可以进行特殊召唤 如果你自己场上或者目的 有武装龙 加起来是level10的话 这个卡可以特召 然后呢 你就可以从卡这边检手 白之一 这样的手牌 这个卡充滞之后呢 伤害就受到零了 那这个卡攻击不受时候 开始时才可以发动 选择一单卡迫害 可能我不明白错什么 之后我们接下来看我们的吃饭卡吧 以上是白之一的讲解了 希望你们明白 好了 影片到复了 如果你超越重低无敌喜欢 我请记得按like shake 如果你信任我喜欢 什么 这样的朋友是订阅 以及下方留言给我谢谢 放心 你这个五个方式不会咬人的 如果这里你私底跟我讲 我只有白之一跟他对战就可以了 没有开玩笑罢了 好了 等等我们新的 如果您还没有开始加入我们游戏王交流去 是不是 不用紧 这边有个罪版的是不是 跟他一巴掌的咬下去 你就成为我们游戏王的朋友了 但是如果你不想被牵 爆的话 不用紧 跟着念我的 roost bug 第一 禁止吐槽成为发的图 第二 欢迎玩正版和翻版的玩家加入 三 违背者只发出一次的警告信 第二次就马上就拜拜 第四 可以买卖裙子贴 但是三天内啊 一定要 撤下 五 别在去你游戏王之外的东西 谢谢合作 六 本局接受OCG或TCG 这有发贴 解决RUS就有关 以上是六个规则了 如果你不想牵BOSS 过来过来给我听这个RUS吧 好了 等你们加入吧 拜拜 Ciao